大家好,歡迎大家來到Beymison的頻道 今天的影片是關於配貨的第二集 如果大家還未訂閱,記得按下方的小鈴鐺 所有影片一有更新的話,就會馬上通知你們 這裏的產品大部份都要銷售幫忙去預留才買到的 另外有些是很幸運地去店駕駛看的時候看到的 當中也有幾樣是我在去年年尾還可以預訂的 去訂的一些衣服 相信大家都很想快點知道我買了什麼 那我們事不宜遲馬上去開箱吧 我和大家一樣,花費只會選擇自己喜歡的產品 買了回家,用到的話自然就會很開心 有看我之前的影片,你們也知道我都有大開絲巾的習慣 其實這一盒小小的就是一個Scarf Ring 這個Scarf Ring也是比較經典的款式之一 叫做Bolded 是膽金釋扣的 是膽金釋扣的 其實Scarf Ring也是一個很普通的衣服 但其實在我這半年去巡舖 都竟然用到一個現貨 這個就是我剛巧有一次去購物的時候有的 接著接下來要封鎖的這三盒 就是我在去年尚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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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尬 而且鎖的珠鼻戒指會比玫瑰金的圖片會稍微大一點 這樣就會看起來比較新的 接下來要封鎖的這款也是 MX10分之封鎖的圖片 也是一款銀色的戒指 就是CDC戒指 我戴兩隻戒指都是同一個尺寸 中間圈圈的位置是可以移動的 由於CDC戒指的設計是實心 所以戴起來感覺上是會緊一點的 這兩款戒指是我認為 在Zilver Accessories最值得買的兩個款式 而且價錢上也是相宜 大概三千多元 接下來除了戒指 當然還有手額 就是超級受歡迎的珠鼻手額 這隻手額是一個 中間模特兒的手額 當中有分三個尺寸 女生一般大小馬 SH尺寸就應該對 大家可以看到全新的Zilver Braceless 其實是非常閃 和靈新的 剛剛這三個的產品 都是在村門店預訂 大概等了三個月左右 也不算太久 所以也很幸運 也很開心可以用舊的價錢 去買到這些產品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這兩盒圓形的 就是Twilly 第一條是Jumping Twilly 主要以beige和orange色為主 這條Twilly後面的 調色會比較深色 所以可以雙面用 第二條是一條比較鮮艷 橙色的Twilly 這兩條Twilly的Color Tone 也比較適合一些 gold color 和黑色的手袋 接下來就想跟大家介紹 MS的這支Hand Cream 它是用White Mulberry的精華提煉 而我用過Tester 塗完的感覺是很滋潤 而且一點都不黏 而且它的震味是很香的 好像木的香味 它聞起來很自然 而且很舒服 它的Volume是100ml 尺寸就不會太大 你放在Medium Size的手袋 都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接下來這款 是一個我留意了十分之久的 一個款式來的 它是有一個外號 叫做白馬王子的馬仔 就是白色的Rodelle 這隻馬仔真的十分之容易配搭 因為無論是配襯一些深色的袋 它都會很鮮明 多謝我的SA 很厲害地留了一隻全黑的Rodelle 和這隻白色給我選擇 我最後就是以為了白色這隻 跟著這一盒 也是我已經是和SA說了幾個月 最後它才說 只有一條留給我的一條皮帶 這款皮帶 現在在專門店 是完全不會掛出來的 聽聞這款皮帶 每次一番貨 其實銷售都會留給自己的一些客人 所以基本上 Walk-in是不可以買到的 就是黑色配玫瑰金購的 Cally18皮帶 而且Cally18最好的特點 就是她的Belt 長度是adjustable的 所以女生 無論是甚麼身形 身形有變化也好 其實她都可以保持著用下去 Belt的長度是60cm 最長也可以延長到100cm 我之前也有比較過幾款 MS的女裝皮帶 其實很大部分都是 粗到13mm 我個人來說 又覺得太幼 尤其是穿西褲 是搭不上的 或者是牛仔褲 另外那條HColor 24mm 我又覺得好像比較粗 太高 所以CallyBelt的18mm 寬度 其實就是剛剛好 無論是 Casual 穿牛仔褲 或者是搭配西褲 連身裙 都是沒問題的 接下來 到最後這兩盒 這個東西 也是我第一次在MS 賣的一件 東西 其實是一個 140cm 的Shaw 配件 材料是70% Cashman 再加30% Skilt 但其實它穿起來 是十分溫暖的 它的感覺是非常柔軟 另外 也不容易 起毛粒 或者是粒毛 它還可以穿得很小 所以放在一些小袋子 也可以 那我就選了這個 藍色 就是Marine Color 配了一點點 橙色的Pattern 就是比較 Iconic MS 的皮帶 Pattern 接下來 大家看到這一盒 沒有絲帶 買的就是一雙鞋 這雙鞋 我真的找得 十分之辛苦 因為 這雙鞋的款式 十分之經典 而剛好我穿的馬數 也是非常 普遍 所以真的 很難買 就是 最經典的 Lofa Paris Lofa 這個款式可以說 專門點一番火 就是 會被人秒殺 最後 因為 售貨 剛剛 看見 原來是蒼油和 就幫我 訂了 馬回來試 才可以買到 Paris Lofa 就是用羊皮 做的 另外 扣就是 銀色扣 低調得來 也是非常 水氣 而且鞋底 亦製造了 防滑 防水的膠 所以 就不需要 拿去打鞋底 買到這雙鞋 我真的超級開心 AMS的鞋 其實比其他牌子 一點都不貴 我其實都穿好一款 很想買 不過真的可與不可求 接下來 就會試戴一下 Scarf Ring 因為這次的Scarf Ring 是淡金色 我之前買的時候 也有擔心過 金色會不會很熟悉 很成熟 但是因為現在 Scarf Ring 已經改良了為 淡淡金色 帶了出來之後 其實它的顏色 也不是十分誇張 也可以點綴一下 深色湯的絲巾 試完深色的Scarf 我們又試一條 比較淡淡粉色系的Scarf 留意大家 這個Scarf Ring 其實只可以用在 90x90的絲巾上面 帶了上來 其實這個淡金色的感覺 有點像Rose Gold 因為它是很淡色 而且也比銀色更鮮艷 可以突出一點 一開始買絲巾的時候 就覺得Scarf Ring 其實也是多餘 也是裝飾而已 但是用一用的時候 又發現MS的絲巾 真的太滑了 所以有時候 會滑在地上也不知道 所以最後 還是決定買Scarf Ring 現在在香港專門店 買Shaw 其實價錢已經不太便宜了 但是呢 也很推薦大家去試一下 因為其實它的質地 真的很好 而且很實用 可以一條就已經走天埋了 在MS 如果想買到自己心儀的產品 其實真的一點都不容易 又要適合皮質 又要適合顏色 又要適合尺寸 其實真的 過五關斬六張 其實最好的方法 也是 跟Sales 保持聯絡 保持關係 告訴他 你有什麼項目 十分之想要 叫他留意 如果他忘記的話 再說幾次 或者 你再下舖幾次 其實他知道 你很想要的時候 一定會盡量幫你找到 那在去年年尾的時候 MS就出了一個新政策 就說 銀牌的衣服 就不可以訂 因為可能價錢 不太高 所以其實現在 所有衣服 銀牌 銀牌 也好 如果銀牌是低於港幣 兩萬元 都不可以訂 只可以靠運氣 就是 walk-in的時候 看看你會不會遇到 很適合你的款式和尺寸 要不就是 要 SA 去通知你 如果那天真的 找到你適合你的尺寸 就馬上去店裡拿 現在無論是有些家品 或者是一些熱門的衣服 好像小Q頸鏈那些系列 其實都說 要等最少九個月 甚至一年才會得到貨 所以大家的配貨路 都真的越來越艱難了 這些材料的價錢 就寫在這裡給大家參考 希望大家都可以找到自己喜歡的材料 以及出到自己喜歡的包包 最後在這裡 多謝大家支持 如果你們有什麼題材想看的話 不妨留言告訴我們 也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你最近在MS買了什麼 如果你們也有興趣 留意一下我平時怎樣配搭這些小物 也不妨追蹤我們的IG 那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吧 字幕仔描述 按讚 按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